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喊他叫魔空 魔空 是这样子的 是这样子的 他们讲的那个净土 他跟这个净土会一样吗 夏连居讲的净土 他们分为一声弥陀再来 夏连居当时在同院会时 同院会在那个时候 我们不是要去看那个什么 佛教里面去骂他们的这些原词 你去直接看那个时候 叫抗战时候的历史 佛教史 看那个时候的佛教 佛教史 就是看那个时候的佛教的状态 不是佛教史了 讲错了 看那个时候抗战时期的 这个南营佛教 南营是哪里 南营啊 东营就是日本 南营是哪里你知道吗 南营就是台湾 台湾那时候被日本统治嘛 所以叫南营 所以那个时候的东营佛教 南营佛教的思想 他们为了迎合日本天皇 对清华的战争 所以他们的所有的一些佛教思想 都是什么 他们打的是一个佛国净土的主义 这个言辞 但是他是要什么 他是这个一个佛国净土的 这个这一个这个方向 是要放在整个大东亚共荣圈上面 所以他们允许日本天皇清华 他们佛教公开站在日本天皇清华 清华是我说的 公开让他们去征服华人 因为他认为站在佛教立场上来 他是在解救中华民族 他要带到他们去建立一个 大东亚共荣圈底下的一个佛国净土 所以他们那时候讲的是净土法门 在同院会里面 他就是汉奸组织啊 同院会你看到夏林区 他们明天要面对着谁 同院会你直接 这不是骂着的人帮他讲出来 去看那个历史 同院会里面排十个还是十几个日本顾问 那个日本顾问就是日本当时的佛教界的领袖 他同院会是在北京同院会嘛 他是真正在入华的北京同院会 他本来是等那个什么 那个汪精卫的嘛 所以那个伪政权是真正一个代表性的伪政权啊 那个虽然汪精卫没有回来 但是在那边所有一些掌管就是王一堂 虽然内政总长 所以王一堂杀死人多少啊 可是他在那个时候还讲着一个佛国净土啊 那个时候夏林区没有讲过一句话 他们有十几个日本顾问的 日本顾问那日本顾问是什么意思 不是日本人请来顾着来问他的嘛 是你没有问题来顾问的 依照什么 依照所有东北日本佛教的思想来说你的净土的嘛 那夏林区不就是通国使命吗 就是做国贼嘛 你不要想到他多亲近 王一堂不要想到他汉奸 他这个就已经犯了菩萨戒了 他站在那个环境里面 他的同僚天天杀人 他怎么不大神急 他早就应该被带而去了 不是到了快日本快被灭亡的时候 他怕自己将来必遭罪责 所以他对他一些小事情 周遭的同僚有一些好像没 有些好像还在对日本人惨媚 他写了一首诗来骂那些人 说没有中华儿女的魂魄了这样 可你有吗 你要看看你这首诗什么时候写出来的 你当时在同僚会议的时候 王一堂一天到晚杀人 他是灭一个村的 你去看那个照片你就会心痛啊 可是灭完村的时候呢 你夏林区带人在这边帮他们操赌 这就是你讲 就是晋宫讲的四红四月 讲的就是一个佛国净土 但是他不用跟你讲那是大东亚工人圈的佛国净土 净空说同僚会是中日友好关系啊 这种就是什么 这种就是魔子 魔子连这个道理都不懂的人 还在这边讲中日友好 当时同僚会什么时候日本是要来跟你中国友好的 所以他到现在还到日本 又重新创立一个同僚会啊 净空啊 磨空啊 他说过去同僚会就是中日友好的 代表中日友好关系的 但是在那个友好关系上面都是魔王啊 同僚会的会长杀死多少人啊 用这个地方的所有的一切的统治华人 作为一个侵略者 掩盖侵略者杀人的这种血腥的目的的 这种工具书你却把它当成了现在佛教的净土中的经典 你说不叫魔空是什么吗 不要怕我讲这个千万不能剪啊不能剪掉 就这一段今天几号 十八号我就看十八号 不但魔空三呼 魔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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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呼啊 所以他才会把净土 就最后讲到释迦摩尼佛就是基督耶稣啊 没事就给你弄一个造王爷 到了上来了 搅扰乱闹 有时他从来不同心境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